张坤 朱绍兴 谢智宇这三位到底谁才是中国最强的监经理 评价一位监经理需要结合四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就是从业年限 也就是他做这个监经理做了多少年 时间当然是越长越好 最好呢超过七年 因为中国股市七年一轮牛熊 没干满七年 你不太好看出他的好坏 张坤和谢智宇的从业年限都超过了九年 而朱绍兴从业已经超过了16年 是最老牌的监经理之一 如果用婚姻打个比方的话 满九年的那两位都已经成功度过了七年之阳 而朱绍兴呢 他跟投资已经一起过了16年 还没有要离的意思 看样子呢是要打算奔着白头偕老去了 所以呢从业年限这个指标呢 朱绍兴同志位列第一位 张坤和谢智宇并列第二 第二个考核指标是业绩 截止到今天朱绍兴的基金呢 16年翻了18倍 年化20%的收益率 年化就是复利利滚利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要是在15年前 2005年买了10万朱绍兴 现在变成多少钱呢 变成180万 这可是没有加杠杆的18倍 这个收益率啊 比一线的房子还要高 张坤呢是9年8.1倍 年化26% 谢智宇是9年6倍 年化22% 所以如果单独从年化收益率来看 张坤的年化呢 26%是第一名 但是朱绍兴同志 他的基金时间更长 16年18倍 总收益更高 总的来说这三个人的业绩啊 都是很逆天的 第三个维度是回撤 那么回撤呢 肯定是越小越好 最好呢是不回撤永远涨 但是这种好事啊 是没有的 重要的是这种回撤呢 是不是咱们基民能够承受住的范围 朱绍兴的回撤最大的时候呢 是在08年 那个时候呢 回撤将近60% 2015年半年的时候呢 回撤大约是45% 2018年的时候呢 回撤是38% 2021年年初呢 回撤不到15% 有明显的进步 张昆回撤的最大是在 2015年半年的时候 回撤了30% 2018年回撤了33% 2021年年初回撤了25% 谢志宇的基金呢 会稍微好一点 2015年半年回撤30% 2018年回撤30% 2021年年初回撤不到12% 所以呢 单从回撤这个指标来看 朱绍兴的回撤是最大的 谢志宇回撤最小 张昆处于中间 我们要看第四个指标 理念 他做这样的成绩 这样的决定 他是怎么思考的呢 我看了这三位 基金经理所有的访谈 年报 季报等相关材料 得出了一个结论 张昆是中国最像 巴菲特的基金经理 他研究的公司非常多 涉猎很广 但是买的很少 持仓非常的集中 他看好的公司呢 他会很大的仓位的买入 比如像白酒的龙头公司 这么多年来 在他的组合里面 比例一直占30%以上 这个比例非常高 张昆不会主动去择食 就是长久的陪伴 他认可的伟大的公司 跟他一起成长 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这个里面呢 是非常巴菲特的 朱绍兴是中国 最像比特林奇的基金经理 他持仓呢 是比较分散的 因为呢 他是学金融工程出身的嘛 比较重视这个组合的风险控制 再看好的公司呢 也不会给特别大的仓位 所以呢 他的组合里面经常会有百来只股票 那谢志宇呢 就比较特殊了 在国际上找不到能对标的人物 谢志宇就是中国的谢志宇 他的组合呢 是他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风格 持仓既不分散也不集中 既强调选股 也强调估值 然后呢 同时还会做一点择食 他择食呢 也不说靠仓位控制来实现的 他是通过选择不同风格的股票来实现的 总之呢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了 不是特别好理解 但目前看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三个人各有各的路数 而且每个人都在以比较快的速度在进步 也说不上谁更好 总的来说呢 这三位基因经理都是顶级的基因经理 能力强 人品价值的信赖 他们三个买谁都行 都是很好的选择 那最头疼的问题来了 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买他们的基金呢 方法很简单 我总结为限购加估值结合判断法 你先看一下这几位基因经理的基因公告 他们的限购是越来越严了 还是越来越开了 如果是越来越放开 说明他们开始看好后市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结合目前市场的固执氛围点 看看目前是高估是合理还是低估啊 合理的你就可以少量买入 低估的时候呢 大比例买入 通过这样的结合的判断方式 可以很大程度提升我们的投资赚钱的成功率 而且呢还能避免顶部套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